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仲江 两岸最近有一杯苦涩的糟米咖啤 让台湾人倒进胃口 没想到政坛今天最新出炉的是 可颂面包 就是柯文哲加宋楚瑜 白菊合作 柯家军成型 宋楚瑜说这是可颂面包 好吃又有意义 但是可颂面包只有单纯的白绿吗 是不是有红色或是绿色 成分复杂的可颂面包能吃吗 为什么中国央视要制作两分多钟的报道 介绍柯文哲的选战策略 还说他可能竞选下一届的总统 这样力捧柯P 背后是在打什么算盘 还有绿色的时代力量也要靠过去吗 为什么林长作帮柯P说话 为了选票就能放弃理念 那柯P的能量 是不是可以自主政党了 另外小英总统参访美国的NASA 中国玻璃心又碎满地 买票就能够进入参观吗 既然嘲讽没有突破 为何一直气急败坏 而中国要拉拢台湾人的居住证 说要采集指纹 那除了增加生活的便利之外 会有什么不可预测的风险呢 想问一题我们一谈讨 首先介绍经验来宾 在我右下边第一位 民进党新闻市议员李宽城 总教好 大家午安 还有最终媒体员吴国栋 总教好 大家好 再来是前台北市长周锡伟 总教好 大家好 还有时代力量港务区主任 肖兴胜 总教好 大家好 再来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请大家平安 好 我们先来看台北市长 客问者今天公开力挺 六名亲密党 以及五党籍的议员 并和亲密党主席宋楚瑜 同台宣告白局合作 来看VCR 民生第一 民生第一 放下蓝绿 放下蓝绿 亲密党主席宋楚瑜 和台北市长柯文哲 同台体议员造势 也等同宣告年纪雪债 柯颂正式连线 柯颂就是柯颂 柯颂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最好的法国面包嘛 对不对啊 你想你看又好吃又有意义 哪可颂面包自比两人关系 宋楚瑜更大赞柯文哲 做人务实 但原因却是柯文哲 最不想再提的那句话 柯颂两人立场相近 是否意味2020年有机会 一起更上层楼 以柯颂配参选总统 到目前为止 市长和我们心里面 所挂念的 是希望柯市长 好好的连任 把他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好好做好 谈谈合作也不会在这种场合谈的吗 比较说力挺嘛 第一点这个 其实我跟宋主席 大概每个 两三个议都会私下见面一次的 表面上不谈合作 柯P确实公开力挺清明党和五党级议员 宋楚瑜则从三年前 柯文哲首次竞选就表态支持 现在还是北市的首席顾问 不是只有今天开始 我们上次选举之后 就让我们这些清明党的市议员 和相关的这些我们同仁 大家都很协助 柯市长 见证的议员 这些平常也蛮支持我的 那我所谓的柯家军 这个就过度解读了啦 清科议员扶上台面 似乎也宣告白局正式合作 年底选债对泛兰票仓势必造成冲击 好我们看到今天台湾政坛最新出炉的 可颂面包啦 柯颂合体 白局合作 那这个宋楚瑜说 好吃又有意义 真的好吃吗 这个成分到底单不单纯 我们说最近啦 小英总统的一杯咖啡 原本好好的没问题 结果加入了一点红色之后 马上没喝变得非常的苦涩 请教郭东哥 怎么看这个可颂面包 这个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可颂面包也有两种啦 一种是纯华国式的可颂面包 一种是在台湾改良过的 你不相信你到那个咖啡店去买 竟然可颂面包还夹牛肉 我还吃过一只可颂面包 我说这算是华国的嘛 他们说我们改良的 改良版 所以外公比包来台湾也会改良 柯文哲跟宋楚瑜合体不是新闻 因为本来他们都对中国有一种某种想象 某种依赖 所以他们合体不是新闻 将来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是跟时代力量临长走的合体 那才真是叫人家跌破眼镜 但是我们要讲宋楚瑜跟柯文哲的合体 我先讲说今天地方报纸 南部的报纸有一个社论 台湾是今天的 叫做萧雄的结起 他的侠伦共 萧雄的结起 他要怎么来改遂 柯文哲是一个萧雄的现象 他认为七次修宪华以后 民进党和国民党已经变作是政党的奥特 两个大党而已 修党已经没忙了 长期以来台湾人认为没那么多了 你不是一世人就是一世人的 从来没想到有第三世人 又不是说仅仅是一个政团的第三世人 他是个人的第三世人出来 这好像有 差不多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在喊一个口号 台湾需要一个不出世的英雄吗 不世出的英雄来救台湾吗 为什么两个政党搞了半天 台湾都还是何去何从不知道 难道一定要有 真的有一个真正的英雄崛起吗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英雄崛起是柯文哲式的崛起 这篇社论讲枭雄 我不认为柯文哲是枭雄 枭雄给人家感觉就是像刘邦这一类的东西 怎么会像柯文哲无厘头的呢 不然我们这奇怪啊 还会搞笑 现在我不想批评柯文哲 我也不是柯黑 我也不是柯文 我们是评论者公民来讲 他的结局绝对是台湾政堂上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什么奇怪的现象 这是哪里的 你做这么长期 做这么久 对台湾有什么帮助 现在台湾人民一直在记望 好像在苦海中看到有一个枯木就抱住了 没想到抱到柯文哲 变成他是英雄了 那真正来想这个枯木承受得起 承受不起现在不知道 可是今天来看他跟亲民党急涉的合作 亲民党整个变化那是习伟 周习伟在这里最清楚 周习伟最开始就是亲民党的嘛 等一下现场可以来评论一下 他都抛弃亲民党回去国民党 你想想看 政党合作在民主国家是常事的 不是没应的 政党跟政党合作 尤其说我这个小党没过半 都要不要说这政 所以我政党必须要合作嘛 我们两个党来合作 然后内阁来多数 让我们变成多数嘛 但是兩個不同理念的政黨 還是個體會結合在一起 這全世界我好像找不到這樣子的 因為兩個理念不一樣 一個如果是主張台灣獨立的 一個是主張說中國兩岸一家親的 那你怎麼可能會合作 所以柯文哲跟宋楚瑜合作 是很自然的嘛 他們是兩岸一家親 他們只差一點就是九二共識 就要講出來的 放在處裡來敢拿或不夠 那個建民黨可能還會有新黨也會支持嘛 對啊 所以是同執性的 統促黨都支持 所以統促黨跟新黨跟柯文哲跟柯文哲合體 我們一點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我今天特地帶這一張來 林昌左現在人在台灣還是在國外 在日本 他很少開會 在休會期間我們不關 林昌左我印象中他當選這兩年多來 絕少接受媒體訪問 不上電台不上電視 他在政經只上過一次的時候 他就知道太危險了 政經的來賓太狠了 逼他講真話 他講不出來 嗯啊啊 你比較狠 他很少 你會逼他是不是 我為什麼要帶這一張 今天有時代力量的議員候選 回去跟你們的台北市黨部主委 林昌左委員先講一講 當年我們支持他 不是因為你是散泥樂團 我沒有把他當成藝人耶 結果他今天展現出來的 跟宋銀貨跟周梓有什麼不一樣啊 他是藝人耶 對 那藝人我們就不評論他了 如果他今天還是政治 那我就要講說你是個政客喔 對來國中哥我先補充一下 那林昌長最近說了什麼呢 他幫柯批說話 來就是說這次的台北市長選戰 柯文哲雖說兩岸一家親 但從沒有認同九二共識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因此若把過去習慣用來批評 國民黨的同派 聲紅的標籤貼在他身上 不但不公平 也無助於台灣民主的 向本土陣營良性競爭來推進 來 郭東哥 我只補充一句話 我寧可相信他是因為他媽媽的關係 所以被逼迫 他媽媽是在中國上海 好像是會計 律師還是會計師 寧可這樣子 我不相信說因為他的理念 才是什麼一下子轉變 讓當時所有支持的人說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你可以跟柯文哲合作 可是你對柯文哲這一套 你不能去講任何字 因為你畢竟是以理念掛帥的 你是強烈主張的 就像你的老婆講的 我是台獨的 我不是勝利的 我們給你鼓掌 但是台獨的人 如果站在柯文哲旁邊 一邊站著是白狼張安樂 一邊站著是你臨場走的時候 我都忍不住想走過去 吐一口口水 你這算什麼呢 對 我們今天抵擋的 就是像張安樂他們這樣的人 對 柯文哲搖擺 他最常用的意思 尾巴搖狗 他是狗搖尾巴 是 我們落棄他沒關係 可是你臨場走不能這樣子 對 你只能讓人家議會 讓人家議會說 因為我要選票 我的年輕選民跟他年輕人重疊 對 我的演唱會底下 全部都是支持柯文哲 是 你可以這樣子暗示 你不能去講這些東西 對 講這些就是說 是不是為了選票 難道立場 跟這個所謂過去堅持的這個意識 是不是就會轉向呢 因為選票就能夠轉向 當然這欣賞兄 稍後可以來回應 我們先請教周縣長 怎麼看白狼合作可送麵包 我們說這個成分到底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說既然會去質疑柯文哲 就表示他背後的成分可能不單純 只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包裝 這個麵包吃下去有沒有問題 我先講一個 我在很多年前到國外去旅行的時候 那吃了一個Croissandwich 就是國東雄剛剛講的 就三明治裡面夾肉 或者夾起司 夾青菜 所以是有這樣的這樣的一個Croissant 可以吃的 我覺得宋主席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你看他在過去他去參加APAC 是代表的蔡英文這邊 但是親民黨主張的是九二共識 那對柯文哲來講 他在柯文哲最困難的時候 他就做柯文哲的顧問 所以他一直在做他顧問很長的時間 到底現在是誰靠誰 我坦白講還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可以確定一件事 柯不是在走白色路線而已 柯是在走彩色路線 如果光是一個白色路線 不足以讓他選總統穩當的當選 是 他需要所有不同的力量 參雜了很多顏色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你看民進黨過去支持他的 很多綠的支持他 其實林常佐也 你們也不要罵他 我覺得我等會要幫他講幾句話 那完了 對 我要幫他講 沒有啦 那你只要抗議 你不要講話 我現場你不要幫我講 你不能不讓我講話 對不對 我讓他講好了 你另外來講 沒關係 國東雄你現在我先不講話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我覺得這個 反正大家都有機會講話 對 我要講的就是說 柯文哲其實是一個 非常聰明的政治人物 我對他在台北市的建設 我批評的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他在整個組織 整個順應民意的方向 去引導他 然後慢慢去造成支持 然後找適當的人幫他站台 幫他講話 然後這樣等於是眾星拱月 讓他自己這個月亮 越來越像太陽 我覺得他的策略是成功的 我覺得民進黨其實也不要看他眼紅 就像國民黨今天也不要看他眼紅 一樣 我覺得他很聰明 他非常能夠彈性的運作 他有他的優點 我覺得 民進黨跟國民黨今天犯一個錯誤 就是大象 大象 我是大象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我轉不出來 小房間轉不出來以後 你就衝不出去 我覺得今天都是調整的問題 你看柯文哲很聰明 他講兩岸一家親 國東雄 其實正常的講 正式的講法應該叫兩岸一家人 你知道嗎 那是丁守中 不是你聽我講 不是丁守中 那是過去的 你去查一下過去包括理念會的時代 包括陳水扁的時代 那些時代都有講過這樣話 我只是現在提醒大家 這是不同的包裝 柯文哲非常聰明 他是在雙城論壇的時候 他剛當市長 要跟上海來溝通 那怎麼樣能夠 這個會能夠促成 台北市跟上海市 繼續可以維持這樣的關係 所以柯文哲講出了一個 不是兩岸共識 但實際上也是代表兩岸共識的一個精神 叫做兩岸一家親 所以很多人很生氣在罵他 可是很奇怪 民眾 其實真的了解 兩岸是需要和平好好相處的 但只有政黨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氣急拜會去講話 可是你看也可以看到 你現在可以看到 柯文哲講的這兩岸共一家親 是獲得許多人的支持的 支持的原因就是覺得 他不會帶來危險 這是柯文哲經常的主招 所以他的委屈也得到回報了 我覺得他哪有委屈啊 人家罵他幾句話他哪有委屈 他得到支持更多 他說哪有委屈啊 那現在央視也給他報導 我覺得他很聰明 我跟你講柯文哲是絕對聰明的演員 所有的政治人物 沒他會演戲 對 但是演戲也就危險了 他到底哪一面是真的 我告訴你 你不要管怎麼樣 會不會造成危險 真的跟假的 起碼他把他要講的話 他也獲得他的支持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佩服他的厲害 我另外再講了一點就是說 宋楚瑜跟他到底 會不會真正的搭檔 我不知道 因為宋楚瑜也有他的想法 柯文哲也有他的想法 我覺得還要靜觀其變 但是我認為是說 他們應該叫什麼 叫彩色 叫彩色甜甜圈 會不會搭檔 那當然要看2018 叫彩色甜甜圈 因為他把所有的顏色 都能夠吸引過來 都集合在一起 是不是能夠搭檔 當然要看今年年底 選得好或是不好 新人兄怎麼樣看 這個部分時代力量 要靠向柯P嗎 那過去所這個堅持的本土意識 難道就轉向了嗎 對你們的基層選民 或是年輕選票 到底會造成什麼影響 我認為其實林昌佐 首先林昌佐本人 他並沒有背棄 他的核心價值 沒有背棄 對我覺得有點講 就是他背棄 他的核心價值 有點言過其實 其實他這一篇文章 其實就是寫的恰到好處 他並不是支持 兩岸一家親這個論述 他只是也不是支持 柯市長提出兩岸一家親 他只是說 因為柯市長並沒有承認 九二共識 那他的兩岸一家親 如果把他直接化成 跟承認九二共識的一群人 然後把他貼上 中共同路人 或者是紅桶的標籤 這個是非常不公平 而且也是沒有效的 那林昌佐委員 他一直以來 是想要帶領我們 時代力量這一群年輕人 然後走向所謂的新政治 然後跳脫之前的藍綠 對決 統獨對決這個框架 那所以 這樣一邊是台灣獨立 一邊是九二共識 那兩岸一家親夾在中間 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照白 就把兩岸一家親這一群人 全部都是歸類到九二共識裡面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人 因為我本身是軍人子弟 我爸是空軍退伍的 那很多叔叔伯伯就是 也都是外省的飛官等等 那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心裡 就認同的是兩岸一家親 但是如果跟他們深聊 就會發現 其實他們不一定認為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那這一群人 是不是就這樣子 送給了所謂統派 然後直接把他們送成一群人 那這樣子我認為 這樣就有一點 就落入了之前 他這種舊政治的這種統統統統 你說沒有認同九二共識 但會不會實際做的 就是往那個方向呢 只是口頭上沒講而已 但是他口頭上也說過 他並沒有承認九二共識 那他至於他的所作所為 我也不認為他有過分的往中國方面進行 所以這跟你們過去立場 沒有相違背 其實是沒有違背 沒有為了選票然後轉向 違背過去自己的理念 而且林昌佐是 他的這一篇文章 其實只是一個序曲 就是他之後會推出一系列 跟柯市長在市政上的交流 那已經有鋪成了對不對 已經在準備了 對已經是鋪成了 所以在這一週也會推出其他的章節 OK好我們可以看到 時代力量顯然為了年底的選舉 看起來是要往這個人氣高的柯P去靠攏 來這個 昆陳怎麼樣看 這個我們說可送麵包 參雜了這麼多顏色之後 特別是時代力量也參雜其中 這個麵包不會有問題嗎 可送麵包這個 外面看起來好像蓬蓬的 其實裡面搖起來 裡面是空虛的 這個口感不夠紮實的 那所以說 今天的這一個 宋楚瑜講說他們是可送連線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他不會認為說 這是可送連線 因為他除了跟這個親民黨之外 他也希望說跟時代力量 或是跟其他 大概是除了民進黨跟國民黨 因為我們有提出市長候選人 或是社民黨 因為范雲可能會參選 除了這三個政黨之外 他們可能都希望說 跟他們的這一些候選人 你不管是親民黨的 無黨的 或是其他政黨的 都希望合在一起 所以他不會獨後送就對了 對 所以他是最大公約數 他不希望說 他是只有可送麵包而已 或是說這個是可送連線 他希望說 全部都能夠融在一起 所以想說是甜甜圈 才是甜甜圈 有可能 可以融合的更多 所以說就這個 柯文哲來講 那我們當然要看 他的內涵是怎麼樣 剛才國東大哥講說 裡面有的是夾牛肉 那我們看裡面的內涵是什麼 那裡面內涵可見 而且我講他的這個 統獨的這個核心價值 可能現在是講兩岸一家親 那兩岸一家親 我覺得說其實 在時代力量裡面 其實也有不同的想法 這個林昌佐講說 兩岸一家親可以接受 因為他沒有提到九二共識 但是我們也聽到這個 徐永明講說 這個時代力量 絕對不接受 兩岸一家親的立場 那就兩個人就不一樣 對 這個他們才五個立委 而且兩個人立場不一樣 那我現在不知道說 這個黨主席黃國昌 他的立場是怎麼樣 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聽到 黃國昌他怎麼講 可是我想 時代力量他在 雙北提名的人比較多 那在台北的話 可能因為現在 柯文哲的聲勢可能比較高 所以他時代力量 必須要靠過去那邊 要確保他們的議員 能夠席次上得多一點點 那可是一樣 在新北市 時代力量也有提人 那新北市誰在操盤 不是臨場所在操盤 是這一個黃國昌 黃國昌在操盤 黃國昌他到底是堅持 原來這個時代力量的 正名制限 台灣獨立建國的 這條路線 還是他也可以為了選票 來接受 這一個所謂的 兩岸一家親的說法 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 黃國昌他的說法 那就我們自己本身而言 其實像我有很多言論 是被認為是這個科黑 那這個PTT上面有很多人在討論我 就是說這個科黑的議員 年底要讓他落選 那可是我覺得說 那有人就會問他說 那到底李昆成哪裡做得不好 他沒有講哪裡做得不好 就是說因為我是科黑而已 就這樣一個這麼薄弱的原因 因為我是科黑 那所以說在這個新北市 我的選區要讓我落選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在新北市這邊 其實藍綠的盤大概是五十五十 所以黃國昌他可能也在思考 就是說如果我接受了這一個林昌 他講的兩岸一家親 對他在新北的選情會不會造成影響 因為新北他是支持蘇貞昌的 市場是支持蘇貞昌 那你的市議員可以去支持這個 所謂兩岸一家親的言論嗎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能黃國昌他必須 還要跟這一個林昌左講得很清楚 那其實我昨天有看到一篇文章 或是我臉書上的一篇留言 他也是以前這個太陽花學運 一個非常重要的人他所留的 他就說如果一個政黨 他不能貫徹他的理念的話 那這個政黨跟這一個 我們常常在網路上看到的 這一個購物平台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A也可以放 B也可以放 跟A跟B有可能是 完全性質不相同的東西 可是完全放在一起 他就變成只是一個網路的購物平台而已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 時代力量支持者來審視 你支持時代力量 你是支持他的 我剛才講的 台灣要獨立建國 正名置信的這一套 還是從來之前完全沒有出現過的 兩岸一家親的這一套論述 我想時代力量支持者 可能必須要先講清楚 對的確 平常的時候可以去 聲張自己的政治理念 各方面 到了選舉之後 那就看哪邊有票 就往哪邊靠 政黨是可以這樣子來操作嗎 來民友 當然我們還看到 這次的可頌麵包 背後的成分到底是怎麼樣 特別是中國央視去報導柯P 這到底背後是在打什麼算盤 我們說過去的政治人物 通常沾上紅色選舉的時候 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那對柯P呢 難道沒有影響嗎 我覺得柯文哲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你要他承認九個共識嗎 他不會笨道去承認啊 可是他很清楚告訴你 我的立場就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次閃避中國議題的時候 柯文哲很軟 像侯流一樣說 你怎麼要抓到要抓到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包括宋楚瑜 我一直覺得 他跟宋楚瑜的合作 早就是既定的東西 只是媒體效應出來 一直在炒作說什麼 六月底要合作 八月底要合作 什麼台北監督連線 什麼親民監督連線 這些早就在網路新聞上 不斷的去揣摩 可是事實上 宋楚瑜就是柯文哲很重要的精神導師 不是嗎 對 在柯文哲最困難的時候 宋楚瑜出來幫忙 柯文哲不是在選舉的時候說 我也是常常去請益宋先生 當然宋先生他有他的立場 我尊重 因為他跟我立場是不一樣 可是他兩岸一家親的主張 是從頭到尾的 柯文哲後來也是講了兩岸一家親 兩岸命運共同體 兩岸共同製造 這都是從柯文哲的嘴巴講出來的 所以今天我們應該去深思的是什麼 為什麼這種 什麼什麼 跳脫藍綠 跳脫統獨 我對這種話都很不屑 因為這個最早講出來 宋楚瑜上個禮拜到台南去浮選的時候 他也是講同樣的話 那這些話誰最會講 柯文哲最會講 他不是一直告訴你們說 要偷偷統獨 你看中國的經濟攫取 台灣就被邊際效應化了 要跳脫藍綠 現在沒有什麼藍綠 他後來央視 為什麼可以給他兩分鐘 一般我記得那一節新聞都是1.5分鐘 結果特別給柯文哲多30秒 快兩分半 那早上開會的時候 我聽到一個消息說 原來那個還價值9億多 這麼高價值 央視可以免費幫你push 我看了那一篇報導之後 從來沒有一段是批評柯文哲 對 甚至還有可能說他要選2020 台灣巨額領導人 所以中國是不是在押寶 對 對不對 相對嘛 押寶在他身上 這個反映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第一個 國民黨不再是中國最信任的 再來 他認為說 柯文哲對他是友善的 真的是跳脫統獨 是紅了 是 我就說柯文哲是紅 我不管怎樣我覺得說 這是一個人的價值觀跟立場的問題 今天林昌佐的表態 我個人覺得 今日新聞明日歷史 你記得多少 你記得多少 對 因為未來我只要在選舉到的時候 每一次的表態 人民都忘記怎麼檢驗了 因為政論節目太發達 新聞太發達 新聞十分鐘就過去了 結果大家已經忘記說 過去說什麼事情 是 過去我在公投棚服務非常長的時間 我走街頭出身的 對 我在立百院搭帳篷 好 公投棚被拆了的時候 林昌佐請柯文哲喝汽水 那喝了汽水他說什麼 不是說他吃叉嗎 對 對 那所以今天林昌佐的表態 我看網路下面一起回應 我本來對他非常期待的原因是什麼 我想今天國動老師 他是非常嚴肅面對這個課題 他沒有在開玩笑 為什麼 因為過去我們認為說 台北市長的候選人要立場鮮明 理念清楚 對市政有藍圖 對 結果那時候包括還沒提名姚文哲 大家在爭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的想法是說 林昌佐出來是最好的 甚至台獨聯盟還非常支持公開 記者會說 拜託林昌佐出來 現在轉向了 可是今天講 兩岸一家金不要貼標籤 我不知道過去你所講的所有的話 是不是算是貼標籤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個人質疑 因為今天我知道說 包括這最近跟一些時代力量的朋友上節目 過去他們的言論跟我是非常像 可是今天完全變 開始說柯文哲因為年輕人就喜歡他那一套 所以我們必須要轉換一個方向 讓我們這五行能夠先上 如果是這樣政治思維政治利益的立場 不好意思 我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對時代力量 老實說很疼心 因為我認為時代力量 可以說是台灣太陽花學運 你們等於是精髓了 如果一個精髓 一個墨率出身 這等於跟柯文哲 當年2014年講 我是墨率出身 前幾天他還講的時候 是為了兩岸一家金辯護 如果是這樣的立場 我個人是非常難過 另外一件事情 沒有他們可能會說 等你下去選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柯P都能轉向 時代力量會不轉嗎 是不是 我今年五月的時候 跟吳徵在政論節目的時候 應該跟國東老師是同一個節目 主持人就很犀利的問 他就問他說 四月不好意思 那時候還沒提名要文子 他就問他說 那如果柯文哲 去幫你時代力量站台呢 他就說 這我們中央會決定 那你認為柯文哲兩岸立場 我個人是 那一個吳徵就說 我個人是反對的 那如果今天再這樣看起來的話 那你們當初在反對什麼 OK 問號 行程兄你要補充一下 時代力量會不會陷入精神錯亂啊 不會 內部不同調 我們主張過很多次 我們不同意兩岸一家親 林昌佐他也不同意兩岸一家親 所以之前柯市長一直提到兩岸一家親的時候 就是菲林他本人也是很頭痛 但是看到很多節目啊 不管是政論節目還是什麼 把柯市長打成是中共的同路人 其實林昌佐一樣是很頭痛的 所以我覺得說 之所以要說超越統獨 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再看到 台灣一直陷在台灣獨立建國 跟九二共識中間的不斷的辯論 因為如果可以把九二共識完全剔除掉的話 變成台灣獨立建國跟兩岸一家親的辯論 那就是我們其實 我們都認同台灣是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在辯論我們國家的路線 國家要跟哪一個國家友好 這有什麼不可以呢 OK 好 當然就說一個科P 考驗時代力量 那這個小英總統是不是也考驗了兩岸呢 那繼這個招比的嘎逼之後 現在他去NASA去參訪 中國的玻璃心一樣碎滿地 真的買票就可以進去嗎 還是看了點不同呢 先休息一會馬上回來 蔡總統回程過境美國休斯頓參訪 NASA詹森太空中心 事實上第一位進入美國聯邦機構的台灣總統 來看VCR 走進NASA詹森太空中心的任務控制中心 彷彿好萊塢電影場景 但蔡總統真的走進來了 對著控制台螢幕好奇張望 因為這裡可是美國發展載人太空飛行計畫的中枢 大概3小時42分鐘後 你可以看到台灣 從空飛行計畫的很美麗 你可以看到台北 跟所有美麗的燈光 真的很驚訝 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的飛行計畫 太空看台灣讓訪問團驚呼 但還有更驚訝的 謝謝 他講國語 他講國語 連太空人都會說中文 接待來自台灣的總統蔡英文 NASA超貼心 不只進到一般人進不去的任務控制中心 還被邀請進VIP才能探訪的國際太空戰實體模型 就在美國宣布兩年後要成立太空軍 作為美國第六軍種的此時 蔡總統參訪美國太空總署 格外引人關注 蔡總統參訪NASA戰身中心 成了台灣史上第一位造訪美國聯邦機構的台灣總統 再加上日前視察官方所屬的喬教中心 以及隨台媒體發稿不受限 突破種種的限制都是台旅法通過後 台美關係的全新局面 好 我們看到小英總統參訪NASA 中國的玻璃心好像又碎滿地了 說什麼 買票就能夠進去參觀 真的是這樣嗎 來 郭東哥 聽說你不要一次去參觀過 這次我們帶他們總統去美國過境的時候 過境美國的時候參觀了幾個地方 剛好我在2007跟2001年兩次去美國接受邀請去那邊演講的時候 都同樣的路線 在洛杉磯去看著這個雷根圖書館 有圖為證 當時雷根圖書館的規模 確實是讓人家看得真是驚豔 裡面不但是總統所一切政策 一切他的圖書一切 包括他的總統專機都擺在裡面 總統坐車也擺在裡面 那麼大間 飛機可以坐進去 那個地方真的大 你還可以進去他的專機裡面去看 雷根總統每次坐著他的專機出國去訪問的時候 坐著辦公位置啊座椅啊什麼都可以去參觀 然後第一夫人的所有的禮服啊 全部都擺著看那個場地有多大 哇 還有人家外國員所送他們的這個禮物也都擺在那裡 所以為什麼我們李登輝一直想建一個圖書館就這樣子 李登輝圖書館 可是台領黨就是不成財不成氣嘛 讓他這個失望 現在我們來看NASA 我是在2010年的時候接受FAPA邀請由現任的理事長郭震光 郭震光博士當時就是在休士頓當FAPA的理事 然後他在NASA裡面工作 他是在NASA退休的喔 你也進到那個最裡面去參觀了 接待我們進去參觀是很多人看不到的 你外面買票觀光看不到的地方 他都可以帶我們進去看喔 他還買了那個太空食品給我們吃喔 那個裡面是乾脹的食品 OK 還可以吃喔 如果是參觀的買票參觀可以吃到太空食品嗎 他好像也有一個什麼機器可以丟銅板機買的 OK 那個沒有敏感性就對了 然後大概小英總統所進去的那個控制中心 我們只能在那個隔著玻璃在玻璃外看 OK 他是可以進到裡頭 他可以進去裡面啦 還有那個太空人的那個太空艙裡面的運作操作模型裡面 我們也進去裡面 讓你坐在那裡實際操作一下 所以那個是真的很難得的經驗 我相信中國的領導人 不管是習近平還是各級的領導人 要去參觀這個兩個地方都不大可能的 絕對美國不會給他去的 不讓中國人進去的 因為讀書館是共產黨的人絕對不會去看的 因為他是反共其他反共總統嘛 不可能去看雷根總統的讀書館 NASA是人家美國花錢最多的一個太空艙 怎麼會讓你中國人來看說我們在發展太空艙 裡面是怎麼一回事 不會的啦 OK 你們有你們 所以小英總統去看的時候 會不會有幫助 當然有幫助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很多發展跟NASA有關係的 我那年去看二零一年是最糟糕的一年喔 是不惜停止了NASA的預算 等於沒有錢啊 停頓下來啦 那現在又開始又恢復運作 錢又變弱一下 從歐媽媽開始 又現在這個總統開始 開始再撥錢出來 所以整個的變化 還是以預算為主啦 一個國家要進步你進到這種中心去看 你才知道人家國家進步到什麼地步 對 所以台灣必須要迎頭趕上 我希望這次蔡英文過境這兩個參觀的地方 能夠讓她心裡有一種感受 回來要怎麼樣改革我們台灣整個內部的結構 包括我們的科技發展 這個都必須要立即做的 最後我要補充一句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大膽的研判 甚至跟中將跟你賭一下 林常佐是自認為是科P的接班人 四年後 你看看他會不會跳出來選台北市長 我敢跟你賭 是 他要走的這個模式是這樣 現在要他選他不敢 他跟他的科P以後 他將來就是科P的接班人 所以循著科P模式可能又要轉向了 是不是轉向中間是不是 因為這樣吸取最大的選票 科P本來就是這樣 他經常講我要最大的最大公約數 所以人家稱科P現在是台灣最大的 那你林常佐不是 林常佐你如果不把這個台獨的 很深的印象打掉 你將來怎麼選台北市長 是的 所以今天科P跟親民黨握手了 跟白狼的這個統治黨握手了 林常佐有一天可能也要寫花文 替他們講話 這個不要奇怪 所以政治是有無限可能的一種藝術 你要怎麼轉 那當然就是說自己能夠解釋得通 選民能夠支持你 那也真的是沒話說 來昆仁怎麼看 曉雲總統去NASA參訪 中國的玻璃心是怎麼回事 都一直說沒有突破 那又一直在那邊追殺 一直在那邊冷嘲熱諷 那是怎麼樣 買票就能進去嗎 就是說因為NASA是美國聯邦機構 所以我們蔡總統進去參訪的時候 這個中國人總不能說 我要把NASA關掉 真的 那是台獨機關 對那是台獨機關 因為蔡總統進去了 所以他就只能很酸 就是說 我們只能買票就能夠進去 買票能夠進去 就是進去到最外圍的地方 內部核心的地方 怎麼可能讓中國人進去 其實這個網友就講出來 就是說 你如果是持有中國護照的話 裡面機密的地方 是絕對不會讓你進去的 那其實我認為蔡總統 你不管是在洛杉磯 或是在休斯頓 雖然是過境 可是我認為 那已經是非常 類似這個 國事的訪問了 就是一個正式的訪問了 因為你看 他去看我們的這個僑務機構 是屬於這個 我們台灣的僑務機構 他去看美國的這個聯邦機構 讓NASA他的本身政治性比較低 他這個科學性比較高 可是如果是 如果只是過境的話 他不用有這些動作 以前可能就是都在飯店裡面 那發稿也要等到離境之後 才能做發稿 可是現在還可以看我們台灣 自己的這個僑務機構 去看美國的這個聯邦機構 我認為這不是單純的過境 這已經是 我認為就是很正式的訪問了 那我認為這是台旅法 通過之後 那美國目前給予蔡總統 我認為是 很高規格的一個待遇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 中國認為說 這個 如果台美的關係 現在這麼好的話 他不能對美國怎麼樣嗎 他就只好說欺負台灣的企業 所以說去85度C 買了一杯咖啡 他就說 好你在中國的這個85度C 我全面就把你清茶 那你到NASA 你拿它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認為說 這次是非常成功的一個訪問 那其實也讓這一個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也提升了 那我覺得回來之後 那這個我覺得台美的關係 你說不管是這個 國防授權法通過之後 我們是不是在跟這個 美國國防上面 有更加密切的一些合作 對 因為你看嘛這個 美國這個國立報告出來的 認為中國還是有武統的 沒有放棄武統 那所以說我覺得 台美這方面的關係 我認為在中國不斷的這一個 成為地區的這個麻煩製造者 情況之下 台美關係只會越來越好 OK好來 周先生怎麼看 藍燕的角度好像一直覺得 小英總統的這個過境沒有突破 那不算什麼 以前都有了 那感覺上是跟中國 又是同一個口徑嗎 我覺得是有突破 因為過去可能 美國的所謂的聯邦的機構 或者地方政府當然比較容易 聯邦的機構如果能夠進去 當然就受有突破 那我覺得美國人也是刻意 刻意的希望能夠 讓這個中華美國的總統 能夠在這邊扮演兩岸之間 制衡的某一種有力有效的角色 我覺得美國人現在跟中國大陸 尤其在貿易戰上面開打了 他的目的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壓制你中國的成長跟企業 那我回頭再講說 這個到NASA其實跟美國 有許多其他不同的機構是一樣的 它是屬於一個太空的科技的中心 對 美國人對於所謂的科技的中心 或者重要的科技的機構 它一般來講 它都會有幾層的不同的標準 哪些人可以進到哪一個環境 哪些人可以去到哪裡 他都會有這種考量 那大陸人他們有一些限制的原因 大概就是因為怕你到裡面去學到太多 因為美國人對於 美國人歐洲對於中國大陸 在太空衛星的發展上面 過去一直都是壓抑的 不希望大家太起來了 那他現在也起來了 我相信如果中國大陸要求 也要去這個地方 我相信也不會有問題了 美國人的考量其實不會那麼小 鼻子小眼就說 我讓你台灣怎麼樣 讓大陸怎麼樣 他如果真要讓你看 也不會讓你看出什麼端倪啦 你看不出來的啦 對 他絕對不會在那邊讓你看到日本的東西 你自己看也看不出什麼東西 因為我過去在美商公司做過事 我在美國念書 我對美國人我們了解的就是說 美國人很聰明的 他每一個關卡 是用科技把持得非常緊的 另外我在想說 其實對林昌佐 大家不要去太苛責 因為我覺得時代力量是一個新的政黨 他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必須要讓每一個成員能夠好好發揮 那你說林昌佐會不會選市長下一任 我覺得是非常有可能 因為他又很年輕嘛 那基本上他會衝 當然我覺得會 那柯P到底會不會交給他 我也覺得不要想太多 我覺得民進黨要小心的一件事就是說 他一直在走 所謂現在所有的官員出去都講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 不是中華民國了 這個在年底的選舉 會不會造成一些影響 我覺得民進黨要注意 第二個要注意的 我覺得還是柯P啦 因為柯P看樣子 絕對要選總統 那我覺得民進黨要回來守自己的家園 自己的團隊 因為我覺得柯P如果真正下定決心 要出來選總統 民進黨裡面挑戰蔡英文的人就會出來 那民進黨在今年年底的選舉 如果不能維持現在的狀況 甚至再多輸掉一個直轄市 那我覺得對民進黨小英的領導 就會造成最大的威脅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很重要的 到外面去拉一些救兵 但是我覺得在他們自己的黨裡面 自己的政府裡面 還要多去想辦法安定團結 OK好 台灣政壇經過這麼幾年的發展 除了藍綠之外 又多出了一個柯P 為了它的動向 絕對是影響台灣政壇 那當然跟中國的關係 要如何去維持 特別是中國現在拉攏台灣人 公佈這個所謂的居住證 得採集指紋 對台灣人來說 到底潛藏什麼樣的風險呢 先休息一會馬上回來 中國公佈港澳台居住證的 申領辦法得採集指紋 學者警告對個人的風險很大 來看VCR 中國統戰在出招 除了出入境中國得用通行證 這回宣布9月開始發放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雖然號稱能享有 跟中國人民一樣的福利 但可得小心 因為除了登錄基本資料 還得按指紋 台灣民眾心存憂慮 這回中國推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祭出九大便利 包含搭乘中國運輸工具 住宿旅館和辦理銀行業務 都能使用這張居住證 但根據申辦辦法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 除了登載姓名 出生日期 還包含指紋信息 以及公民身份號碼 這個公民身份證 是按照中國的 公民身份號碼標準 台灣的位置碼 使用830000 等於代表中國政府的 狹下區域 而且他甚至也不需要 放棄台灣的戶籍 不用有中國的戶籍 互相灰色的這個地帶 慢慢全部收編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地帶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法律戰 也是一個文化生活的一個統戰 不一定是說用軍隊 直接威嚇你 它以後有一些政治 社會制度的調整 也會馬上衝擊到台灣 學者提醒中國此舉 是要模糊兩岸法律界限 事實上中國以惠台之名 卻被中國把生物特徵儲存下來 民眾的隱私個資 就被中國掌握及鎖定 就怕被不當運用 台灣人不得不慎 我們看到中國要對台灣地區的民眾 要發放居住證 我們看到其中一個採集指紋 我們就很擔心說 會不會暗藏什麼樣的風險 畢竟在民主國家 你要採集指紋 都要經過一番論戰 但是在共產國家 說要就要 你能說No嗎 來 米佑怎麼樣看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很簡單 因為它採集指紋 最大的目的就是追蹤 一般我們在講的時候 它最大的風險是說 八個數字之後 它找比對你的指紋 可以跟蹤到你到哪個境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在討論說 它是不是有放天眼 它希望到2020 能夠示意臺天眼 看到你所有行程 所以你不要忘記 李明這個還在中國 還在做黑老當中 不要忘記 我們今天所有人在告訴我們說 你在台灣的主張去到中國 不會被監控 錯一樣被監控 就像85度C一樣 他一樣是被監控的 所以我認為說 你要去辦中國居住證的時候 你的思維要很清楚 你如果去辦居住證 未來你可能變相的是一個中國人 那我覺得陸委會部分要去應對 而不是說 在那邊放任他去做 然後公開譴責 對 那是沒效的嘛 因為他這個看起來就是 比作 我們是中國的一個區域 像港澳一樣 比作多一個台而已 對 所以我是認為這種動作 是不合常理 可是台灣人你自己要很清楚 你要去做生理可以 你要去特性可以 你說我很不便利 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日本戰敗的時候 很多日本人 要離開台灣的時候 他們也認為說 我很不便利啊 那我趕快規劃國籍啊 要怎麼去規劃 要怎麼辦理啊 這些都有這個過程存在 所以現在中國一方面 在你外交政策上面 不斷的打壓 在你台灣內部不斷的攪局 以傷逼陣 政三合一之後 你讓我吸入我這個大旋風裡面的時候 你是逃不掉的 因為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讓我監控 另外我講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在討論NASA 為什麼2011年的時候 4月美國要禁止美國國家航空 既太空總署使用資金在NASA設施 禁止遊客 因為中國不斷的在發展的時候 竊取太空技術是中國發展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現在去的時候 不知道還看不看得到 中國只可以去這個接待中心而已 去這個接待中心 看他的圖書 然後一些展覽品 等於最外圍就對了 對 那像我們後來進去 這是蔡英文總統她進去的地方 我們遊客是只能在上面 可是那時候的中國已經 中國遊客很少 我記得那時候最多就是印度遊客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去看你的護照 他們必須收緊你的護照之後 在遊客中心 然後坐小火車 一個小火車進去 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NASA面積那麼大 還可以看到美洲野牛在那邊 我才知道說裡面非常開闊 還可以看到太空 為什麼美國的防備心這麼強 很簡單 因為中國在發展高科技的時候 美國知道他間諜會竊取 透過網路竊取 透過任何拍照影像竊取 反觀我們台灣 他在挖我們台灣金援人才 去中國的時候給你高薪資 結果我們發生過非常多 每年有三百多件 九成來自中國竊取台專的高科技 對 可是台灣的有辦法申訴嗎 沒辦法 如果加上指紋這些高科技人才 未來就是監控 你要回去竊取什麼 你才可以回來換你在中國 所有的資產的話 對台灣不是危機嗎 對 其實連美國都有警戒心 台灣是不是太過缺乏 現在說要辦這個居住證 想要辦一辦下去 真的要有那個認知 是不是你原本呼吸到的民主自由的空氣 都得放棄呢 來 欣憲兄 因為我本身就是科技人才 我本身是軟體工程師 所以對於這種各自的東西 我就是一向就很在意 那剛剛周縣長提到說 其實我們去美國 像我在美國待了近二十年 去美國的時候其實入境也要給他指紋 那辦這個台胞證的時候給他指紋 這意義不同在哪裡 因為我給美國政府我的指紋 但是如果境內 美國境內有一個犯罪他們在調查 他們想要拿我指紋 他們是拿不到的 他們可能要去走過層層的法院 去調我這個出入境的指紋 有可能還調不到 但是在中國 你一旦在申請台胞證的時候 你給他指紋 你就已經是給他 所有層級的政府你的指紋 所以在這個 因為他們的 這個所謂中央的這個電腦系統 這個其實根本就沒有任何權限 或者隱私可言的 所以在這個 我以一個科技人的身份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疑慮的 那我要呼籲政府這種 中國這種未統先制的這個做法 其實值得大家謹慮 的確 其實真的值得大家來省私 這個證辦下去 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特別是說現在 因為中國經濟非常的強大 那難道台灣人就是為了經濟 為了要所謂的一口飯吃 真的要這樣子去把自己的民主 跟這個自由犧牲掉嗎 來 國棟哥 這件事情非常嚴重 為了肚子要飽 你就必須要放棄很多 基本上你做一個人的基本管理 今天不是只有台灣的台胞說要申請基督寸要按指紋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真的可怕 台灣人你自己想看 今天美國的衛星已經照到 在中國的新疆發現集中營的擴大 已經比以前前兩年擴大到十倍以上了 什麼叫集中營 第二次世界大前 中國跟日本都有集中營 人捏捏過在裡面 已經七十年了 現在中國越來越大 新疆 他們衛星照到說 這個地區集中營怎麼越來越大 有一天台灣人 你如果不注意的話 裡面不是只圍巫的族人 台灣人也可能也被關在那裡面 集中營裡面 對啊 都是不聽話的 他反正就是現在全部都給你集合在那邊 你根本什麼都不能要求什麼 李明哲還關在監獄 如果李明哲再強悍一點 他就可以關在新疆那邊去 流放了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 今天所有的議題都連到一個關係 你的理念是什麼 你的政治想法是什麼 你不要這樣搖擺 搖擺說你會害死台灣人 你個人你政客你的利益 當時講的為理念而集合 現在為利益而分手 你個人的理念跟你個人的利益 影響所有台灣人在這一票 誤會回去之後 可不可以有一天變特首 我們有一天到新疆去了 會不會這樣子呢 對啊 你不要以為我為你總聽 人家都以為我為你